好,各位親愛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您再次收看冷月的遊戲頻道 我是JC冷月 那今天呢,我們一樣是來玩我們最愛的明日方舟 那其實我最近可能也會拍一部方格騎士團的影片 那畢竟是新遊戲我也沒接觸過 所以我就想說呢,可以 當初有註冊,所以就順便再玩玩看 那有另外一部,實際時代重生還是什麼鬼那一部 因為我看了看留言發現很多人都說那一部是 實際時代M換皮而已 就是把名字換掉而已,其他系統都一樣 後來我發現他其實本身做的也不是太好 所以那一部可能就決定舍棄不拍了 好,那我們今天等一下我線下再填一下問卷吧 問卷我覺得不用在線上填了 就是不用在大家看的時候填 畢竟每個人都每個人的想法嘛 那我也有我的想法,那我就不跟大家分享了 那如果要分享其實也是可以啦 只是我覺得 我怕我分享之後會影響別人的決定 所以說我們就 不要太在意說分享這部分 好,那因為今天我事情比較多 那下午我有去 做藍染的課程訓練 就是做客家的那種 用布去染藍色的那種 那種課程 那所以基本上今天是比較忙的 那我就比較沒時間開遊戲 所以說就造成了現在才開始登錄 那沒關係 今天我們就讓第一次登錄 就第一次登錄吧 那今天我們要幹什麼呢 今天我們一樣來推主線吧 今天目標推到第二張的一半就好 第一張的一半就好 那其實補償獎勵送很多 所以說 送來算多 所以說其實我覺得很可以啦 那我也期待他開服之後可以送的也一樣很好啦 那好我們就先來看一下吧 我們的 我們的幹員招募的部分 這是個狙擊的全弓 我們看一下是誰吧 來採光 來個採光 來個採光 藍光 藍光是三星角 不對藍光是四星角 這遊戲藍光四星嘛 金光五星 採光六星 對 四星角的狙擊白雪 感覺 感覺不是太強的感覺 那我現在想要拿些 比較強一點的補師跟法術手 所以我們就一樣用 啊我拿錯了 我拿醫療兵才對 我拿輔助幹什麼 剛才點錯了 點太爽了 好來金卡 不是採光 採光 來個採光 很不意外的出了白光 欸不對 最多到五星 最多到金光而已 唯有採光 好啦三星的基本上我們就先掠過 不大需要注意他了 欸對耶今天現在沒有那個 沒有醫療兵 難怪我剛剛想到奇怪 怎麼可能找不到咧 那既然沒有醫療兵 我們就拿全公角吧 其實沒有醫療兵 我就不知道我拿啥了 感覺都差不多咧 好隨便拿個群工就好了 我不知道拿什麼 那好任務的部分有完成 就領取一下 基建的部分有事情 那就來看看有什麼事吧 建造戰建造完成 其實我忘記要怎麼那個 怎麼那個 對這樣子這樣就可以了 其實我上次沒特別注意看他 這邊是怎麼講解的 所以說搞到我現在有點混亂 它顯示已完成了 可是我領不起來怎麼回事 阿里尷尬了 不知不覺又直接做下去了 好隨便了 反正應該是繼續做了 那就沒關係 那沒有訂單的問題 那目前我沒有貴金屬 所以解不了訂單 欸我們現在有貴金屬 那就來交付一下吧 好沒貴金屬了那就不急了 那基建的部分收完了我們就老樣子吧 先來編隊一下 好了編隊之後我也不知道要換什麼角色掉 那就先 我們還是先來打吧 直接就往後推了 目標是達到1-5啊 那由於我是想說都拿三星直接看能夠就是直接開啟那個自動掃張的功能 所以我想說那就不派資源了 好那我們就現在就是先來慢慢的看一下他的劇情吧 好 好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由于我明天要考日文 所以今天不能拍影片拍的太晚 等一下我可能要花点时间去看一下日文的相关东西 虽然说应该是被当定了 不过我觉得还是稍微做一点最后的挣扎吧 好一之一孤岛战役开始 就让我来大展身手吧 由于他来的太快了导致我有点凑手不及啊 我当时不错位置了 好我就先布个地零吧 然后再布个还有什么一个忘记的还是一个也是把冲的对了 哎呦 由于前面的弹不了那么多 所以我们让后面的一直在帮忙弹 那我觉得应该是先不用两只辅助 先不用两只回血的 先一只就好了 那再来我想要丢一只天火出来 那最后再憋一只群攻的法术出来吧 好我们就先暂时这样吧 这样应该就是稳了 好麦克风大概敲到一个好的位置了 这样我就可以顺便一边清楚的看到荧幕 一边让麦克风在我的嘴边 在这边 对 对 对 好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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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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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觉得这故事也蛮悲情的啦 毕竟如果说矿石病是绝症的他们又真的被社会所讨厌的话其实他们真的是很弱势的一群 他说这句话也很现实就像 有很多人就是以前古时候啦现在应该比较少了等上瘟疫之后就是逐渐被他排挤啊或是当初早期艾滋的观念比较没那么成熟的时候有爱之人就要隔离啊要不是隔离啊要远离他要排斥他什么之类的 那其实这种他现在演出来的这个状况就跟那时候的状况一样 那只是一开始的时候 确实无法确定说是不是会传染啊 之后还说说不会传染的就好了 所以说基本上大家现实的避开 甚至连感染者自己都不相信自己的我觉得都是可以理解的 毕竟这就是现实 其实我觉得可路西尔真的很可爱 不知道我们看相关周边可以买 好那我们先升级这边就好 因为这个因为基建这个部分我真的还没有开始研究 我也不知道基建这部分主要是要干嘛的 目前我就是一直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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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已 其实我觉得他新手试炼不能给人太多了 那第0张有新手试炼就算了第一张还来个新手试炼 那我们先堆积一下 那我们先堆积一下 我们先堆积一下 我们现在就派少量人来死守就好了 我上面的时候赶快生一只不是的 上面沒有其他的活力支援 然後換下面的補師也要出來 然後再就要換群工的法師 完蛋 完蛋 輸掉了我們就 也不算輸掉了就是既然被闖過去我們重來一下 我忘記他的 人數有限制全部擋下來 所以底下應該先上一隻重裝才對 底下先上一隻重裝把縮的輸出扛下來 然後上面再慢慢處理就好了因為上面怪真的不多 就跳過吧 所以說 然後再詰明 把縮出來 就把… 應該沒機會 好 我們就先慢慢來 上面要先有一隻補師來幫忙補血 下面猶豫人實在太多了 我就多拍一隻近戰的幫忙扛一下吧 那我覺得法術 術失敗這好像比較好一點 這次應該是不會輸的我覺得 好 直接先開吧 我覺得應該是不會太大的問題了 好 就這樣吧 那補血的就認真補吧 好 很好 完美的完成任務了 其實也可以發現一件事情 就是打的有點糾結 那裏就是要升級了 反正我都升過級了 我覺得黑腳要升一下 黑腳坦克很重要 但是我不確定他是有沒有用的角色 反正目前 耗費比較少的就他而已 就把他升一下吧 然後我覺得輸出的部分要升一下 安傑莉娜 很好 那我們就先 繼續作戰吧 我們今天目標就是打到1-5 然後我自己再稍微摸索一下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玩遊戲出來的心得結果 來 目前這是天災準備降臨的 大家要準備逃跑了 其實我覺得如果要用拍片的話 好啦 正面擰壓過去就好 其實我要一張一張這樣慢慢拍片看劇情 我覺得 可能40分鐘會不太夠 所以之後可能就是劇情變成要各位自己去看的 那我就是研究一些特殊的玩法出來 看看能不能給大家做參考這樣子 其實杜賓教官我覺得越看越可愛了 只是說實在不是我的菜 我就感覺太兇了 二次元的我還是比較喜歡偏向可愛型一點的 那現實當然也是啦 只是現實我會更 感覺郁姐 郁姐也是可以的 當然可愛也不錯啦 我都不會否認的 不過本魯魯了這麼久其實也沒什麼差啦 最喜歡這種敵人分上下兩路攻擊 超麻煩的 快下路也來了 快下路也來了 我我等一下 還滿錯的 Gotcha 前 favour 所以我現在不習慣 就不習慣在於說 我很長 很長不小心 就是拉錯了 因為習慣 Rutперólagqsdf 측 其實可以直接拉的 所以我現在很不習慣 說他這是定好之後只能選方向 好其實我覺得我們等下可以稍微抽一下卡來擴增一下戰力了 把速度調快一下 好停 慢 放慢 先來個輕道夫 再來個遠程滴 我們先忍一下 快呀 快呀12號開始到12了 好我們先這樣子 好先下個補師 好先下個補師 好上去就需要支援 其實我一直發現一件事情 天火手太短了 不然天火還是要手都真的太短了 現在這些處境蠻尷尬的 好了他幫下面好了 我現在發現其實法工要遠程的比較好啊 手太短了也沒怎麼用 好了很順利的穩住了 那我們就是劇情一樣開自動讓他跑吧 好 咦?怎麼會不動啊? 我該不會按自動 剛剛是一個失誤啊 剛剛我轉身去拿一下水而已 好 那我覺得到了一個大家最期待的時候了 看我們非歐洲冷月抽卡的時候到了 畢竟其實他送的台幣還算多啦 也是可以讓我直接抽底 他們就惡話不說 來 來個10抽驗證我們的歐洲協同 輕輕拉,採光來囉 各位,採光要出來囉 採光又來囉 金光 沒採光耶 完蛋 只有出五星沒有六星 而且五星還好少 好啦,直接Skip好了 一隻莫名其妙的五星 一隻莫名其妙的一向咧 反正我知道我的地零可以升了 好啦,傑西卡有在用那還算可以吧 至少能夠稍微升一下潛能 然後地零 地零潛能也可以升一下了 然後 紅豆沒在用先不及的聲 其實我在想,我要上安塞爾 我們來看一下我們的輔助,目前是都加急啊 來看他們的補師都加急 安塞爾好像本身就有上了吧 我是上 我回去好像上芙蓉跟安塞爾吧 我看一下 對 對,芙蓉跟安塞爾本來就上了 那就沒什麼話好說了 那炎龍本身也是有在用啊 我覺得炎龍 炎龍費用太大了 而且手太短了 我們先把有在用升一升就好 欸有四星的莫藥 奶媽終於來了 那我覺得莫藥出來了 我可以把 芙蓉換掉吧 芙蓉潛能是一槓 潛能一 安塞爾 潛能二 那我來看一下那種莫藥呢 莫藥也是潛能二的 那我可以把安塞爾 可以把芙蓉換掉了 換成那個 我們可愛的 莫藥 OK,莫藥的技能也比較好用一點 那好,我來看一下吧 有夢 沒事,麥克風倒了 我們來看一下有沒有幹員可以升等吧 白金是個射手 其實他範圍很遠 部署費用只要11 11的話其實我覺得可以換掉那個 他部署了多久 部署用9 我想換掉誰咧 我其實要把閻龍換掉 閻龍費用真的太大 天火高輸出還沒話講 天火本身高輸出還沒話講 閻龍 閻龍我在想換成白金耶 好,把閻龍換白金看看好了 好,那就 先這樣吧 我們再打打看 開始 我覺得應該是不會太難打 那我們一樣就先開自動 其實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我現在身上一直流汗耶 我明明在冷氣房裡面卻會一直流汗 而且不得不說 我現在懶懶不亮在我的前方 那味道真的有點重啊 那味道現在聞來還是很上頭 阿蜜亞真的越看越可愛 就因為他單性的樣子也很可愛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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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們要準備跟整合運動 整合運動的成員在開戰 輕鬆愉快,憑著我Dr.JC冷略的實力來說呢 一定是輕鬆解決的 哎呦,這次是多 這次多路防線進攻啊 既然是多路防線進攻,那我們就來個這個 等一下,要不要前面一個 好,這樣可以 準備換上面要那個呢 上面的話我們就讓他來扛吧 然後來個回血角 下面也有人來,下面就來個輕鬥夫吧 然後這邊來個這個 我覺得奶媽還要再放一隻在底下 不然感覺會扛不住啊 奶媽還要一直在底下 那最後一隻就放個範圍傷害的吧 阿米亞或天火 天火手真的太短了,我覺得天火不是這種地形啊 阿米亞手的感覺有點短 天火咧 天火不適合放在這裡 天火都放在這裡 好啦,上面輸出比較夠力,天火都放在底下吧 看看咱們的天火 丟技能 丟技能 攻擊強化一下吧 這樣社會比較快 他就飛過來用劍啊 若是用劍的話 他就會轉彎耶 神奇的寶劍 我們來看看他的競爭手吧 不要算偉強化 好了,應該是可以結束了 兩倍數吧 咦 為什麼死掉一隻 該怎麼死掉一隻 奇怪 最後那隻被誰幹掉了 不重要 1-5,今天的最後目標 開始行動 要四個競爭成員 這其實很難搞 一個競爭 兩個競爭 這隊沒得到三個競爭成員 杜賓算杜賓不算競爭成員 好,回一些腳步來上囉 我先把回一些腳步好 先穩住長線 白金攻守 好,先不急 等真的不夠再說 前面這邊放這個 對,這很尷尬 我少帶了一隻護衛型的 槍片上面要靠火力壓制 最後一隻我覺得要丟上牌了 畢竟上面那隻不能坦 坦不了怪 好,現在這群應該是穩贏了 我們開兩倍數吧 好,現在這群應該是穩贏了 我来 上面是出门门这样的 再输掉就没天理啊 你们开进来都开开吧我觉得 很好看来是完美达成任务了 没有错任务完成 那我们今天自己给自己定个小目标也完成了 时间也来到了42分钟 老实在进度真的有点缓慢 好我们要看他作战事吧 剿灭作战 然后遇到地 我就是类似那种啊 好那我大概知道了 剿灭作战的部分我们下一集再拍吧 这集我觉得是不急的拍 嗯 他只能有一件领取我觉得蛮 蛮麻烦的 他总的应该有个一件领取吧 什么都没有真的很不行 好终于把任务领完了 那这边有个惊叹号是什么 制作战制造完了 制作战连到对我们半小时过去 欧阳如此可以这样加 钱是什么钱 我其实不懂他钱是他钱是龙门币吧 随便不重要 反正就是先做就对了 那这边也没什么订单 对 好那么 时间也不早了 10点40分 好那么今天影片就先到这里吧 喜欢我的影片 记得点赞订阅加分享 然后那个 抽奖的部分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分享 那多多订阅 那想 如果你是单纯只是想说要抽奖 然后就是订阅下去之后 你可以不开小铃铛 那样就收不到影片的资讯 那如果你是想要看影片的话呢 你就可以打开小铃铛 那影片的资讯 都会准时发送到你的手机 你的手机或电脑的YT 好 那今天感谢大家收看了 就让我们下期 下支影片 再见吧 See you next time 拜拜 拜拜 拜拜